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许多餐厅暂停堂食 市民在家就餐增多 对粮食蔬菜和瓜果生鲜的采购也随之增加 再加上广东省深圳市和珠海市 日前收紧跨境货车司机的入境要求 有市民担心市面上会出现食品供应短缺 开始抢购和囤鸡、大米、罐头和鸡蛋等食品 香港食品委员会主席吴永恩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现在食品供应稳定、货源充足 市民无需恐慌 记者跟随吴永恩来到他所经营的蔬菜运输公司 晚上九十许 一辆载有新鲜蔬菜的大货车 缓缓驶入公司店铺所在的西区副食品批发市场 吴永恩介绍 来自云南、山东、福建等地的绿叶菜、土豆、萝卜和菇类菜品 在深圳装车后 经文锦渡口岸抵达香港 自疫情发生以来 口岸一直运作顺畅 内地货源已十分充足 吴永恩说 自己从事食品运输行业超过40年 即使内地有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 都尽力保证香港的食品供应 就算最近有雨灾水灾的影响都好 那个蔬菜的量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内地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就算怎么样困难都好 它都会保证香港的食品的货源供应很充足的 吴永恩谈到 香港每天大约消耗2240吨蔬菜 其中92%来自内地 货品入关香港前后都要进行抽样检测 安全合格才能运输进港 自己公司运送的生鲜食品 在检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病毒感染的情况 吴永恩告诉记者 当生鲜食品抵达香港后 会大车变小车 一辆辆开往各区的小车 将货品送至酒楼 十四 街市和主题公园等场所 受疫情影响 蔬菜批发量减少 但零售的生意却在增加 所以到港副食品总量和之前差不多 由于现在疫情的关系 是由下午的六点钟 到凌晨的五点钟 都不可以有糖食 变成在批发供应给酒楼 快餐店和茶餐厅 相对的货源是少了 但是由于回家吃饭的人多了 所以在零售的层面 那个数量也都同样增加了 所以两者之间 其实是平衡了 整体的货源保障 广东省深圳市和珠海市日前宣布 于7月23日起收紧跨境货车司机的入境要求 他们入境时需持有72小时内 病毒检测的阴性结果证明 有香港市民担心 此举会造成食品运输成本增加 物价上涨 吴永恩解释说 跨境货车司机的检测费用 由特区政府买单 并不会造成成本增加 其实不会的 因为这个核酸检测 是由香港政府给钱的 所以频密了 是对大家有好处的 但是就不会增加 我们本身任何费用的承担